嗨,我是九月 篮球这么大的麻团,你吃过吗? 这么小小一头面,只是炸一下 它就能变得这么大,还酥脆好吃 做这个,需要一个特别大的锅 这是我目前买过最大的锅了 比头还大的超网,比手臂还长的筷子 先做面团 糯米粉半斤,水六两,白糖二两 揉成光滑不粘手的面团 然后再放到水里煮熟 要有人直接用开水和面 面粉烫熟了,就不用煮了 煮好捞出来,就可以交给厨师机了 高速打十分钟 打好的面团,蒸得超级粘手 裹上芝麻就好了 每个三百克的样子 要好多好多油 我看网上说,亲手用超网不小容易成功 我也用这个吧 不停地把热油浇在面团上 让它均匀受热膨胀 这样浇几下还好 连着弄好几分钟 手都钻得不行了 结果我还没放弃,它先吐了 第二个也吐了 第三次吐 第四次 第五次 手翻的都麻了 结果一个都没做出来 我觉得这个工具还是不太适合我 太重了 换两个轻一点的东西再试试 估计还是手法的问题 翻面的速度得再快一点 果然 翻滚的速度快一点 它真的能完整的膨胀起来 不过 仗是仗起来了 其实有点小 还没有足球大 我要把它戳开 看看里面有没有剩余的面团 是空的 就是炸的太厚了 感觉我还差一点运气 来煮点福子汤圆吃 元宵节快到了 冰箱里怎么能少得了汤圆呢 这是最近买的 三泉福子汤圆 每一个汤圆上面都有一个福子 这么大一锅福气下锅 肯定好运满满 希望待会能借这碗福饮成功做出大麻团 我最喜欢黑芝麻馅的了 特别的软乱香甜 吃饱了 希望这次能成功 现在的油温是200度 高温会让面团快速膨胀 而越热有殷花后的外壳 再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裂开 所以就不断地转动麻球 让麻球内的面团滚动起来 这样的表皮即使被新的面团填补 就不会裂开 并且会越来越大 它已经比我的脑袋还大了 但是这个时候还不能落水 要继续在油锅里满满的翻滚 让外壳变硬定型 变成这样有点焦黄色的时候就好了 失败了那么多次 终于做出来了篮球那么大的码团 等之前做的那个小的对比一下 这是我去年一整年做过的东西里最难的了 前前后后失败了油一百多次 被油烫了两次 亲身体会了一下150度油温和200度油温的距离 本来是想在年前做出来的 祝大家团团圆圆 现在年都快过完了才把它做出来 就祝大家新的一年圆圆满满的 像福字汤圆一样甜甜蜜蜜 福气连连 脆脆的 很好吃 还挺好� ling hiç 做了 看到